据说中国功夫可以在水面淋过微步 并且网上有位小哥轻松跑过了百米宽的湖面 为了验证轻功水上飘是否存在 刘烟祖来到了湖边决定亲自进行测试 首先亚当在坡道上铺设了助跑的草皮 而吉米则穿上了同款防水鞋 并且他们坚信只要沿着湖线快速奔跑就能飘过湖面 但经过两人多次尝试 无一例外都如同秤砣一样砸进了水中 于是他们请来了美国版苏神杰瑞 他曾以9.96秒的百米成绩打破自己的记录 可他又能否实现轻功水上飘呢 然而当他卯足了净冲向湖面时 却在第一步就沉入了水中 如果他都不能跑过湖面 那几乎没人可以做到 而为了达到零部微部的效果 刘烟祖开始研究蜥蜴的过河方式 由于硕大的脚掌不断拍打水面 从而使他能在水上如履屏蔽 于是他们根据蜥蜴的脚步特征打造了仿生鞋子 并且还制作了尾巴以保持身体平衡 同时为了达到最佳拍水效果 他们请来了特技专家进行测试 因为他1米4的傲人身高 更能模拟蜥蜴的行为动作 首先进行的是没有仿生鞋的对照实验 毫无疑问他一个猛子就扑进了水中 紧接着亚当给他穿戴好了装备 尽管这次动作与蜥蜴一样 但最终还是变成了落汤机 显然人类的条件是不可能在水面灵部微部的 那网上的视频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接下来留言组用铁架和木板搭建了一个暗桥 并且在表面涂上黑色油漆和透明塑料板 这样在水下特定角度就能达到隐身的效果 最终在暗桥的支撑下 他们终于实现了轻功水上飘 据说在尿急的时候扭动身体可以让自己坚持更久 并且我们在憋不住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为了研究这样的方法是否真的可行 留言组决定献出自己的膀胱 首先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对照测试 三人在完全放干的情况下喝下两升水 同时三个时钟分别记录他们憋尿的时间 然后各自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并且中途不会采取任何变尿措施 直到他们实在把持不住才能放纵自己 通过坚持的时间长短 就能判断他们在正常情况下的旁观性能 而在一个小时57分后 托瑞第一个缴械投降 但他那断断续续带有节奏的声音让格兰忍无可忍 等托瑞一打开门就直接冲了进去 可让人惊叹的是 直到40分钟后凯莉才解放了自己 当他端着满满一碗新鲜扎皮出来的时候 两个男人对他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最终他们通过统计得到 凯莉比两个男生多坚持了40分钟 同时尿量也多了30% 那如果让身体扭动起来 憋尿的时间会不会更加持久呢 于是第二天他们再次进行了实验 同样是在膀胱排空的情况下同时喝下两声水 而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将会按照各自习惯的动作来抵抗尿了 从而让自己更加持久 刚开始三人还比较轻松 但当尿意上头后他们开始做出各种奇怪的动作 格兰咬紧牙关弯下腰控制自己的膀胱 而托瑞则用5字来转移注意力 只有凯莉似乎找到了控制的节奏 终于在一个半小时后 托瑞再次手当骑冲跑进了厕所 并且比第一天提前了半个小时 而20分钟后 格兰也没能把持住 比对照实验提前6分钟结束了实验 而凯莉依然优雅地扭动身姿 最终以延长了7分钟的成绩夺得了冠军 但实验的数据却出现了矛盾 扭动身体确实能让女生憋得更久 但同时也让托瑞和格兰的情况更加糟糕 为了得出确定性的结果 三人决定进行第三轮实验 而这次他们将使用精神与肉体放松的方法 尽可能地让膀胱的胀痛感从意识中排除 从而让自己坚持更久 当时间来到2小时05分 托瑞再次不争气地钻进了厕所 虽然相比前两次表现稍有提高 但依然改变不了他身体太虚的事实 40分钟后凯莉以稳定的成绩结束了实验 而令人刮目相看的是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格兰这次表现非常威猛 相比对照实验足足延长了47分钟 所以对她来说放松是最好的应急措施 而凯莉的膀胱则天赋异比 两种方法都能延长憋尿时间 至于托瑞 三次实验她都是第一个缴械投降 估计已经无可救药了 据说如果有人对你开枪时 只要潜入水中就能死里逃生 并且在《遍影战狼》中就有这样的剧情 无尽为了消灭劫传的海盗 纵身一跃跳进了海水中 在水下躲过枪林弹雨后解决了所有敌人 可水的阻力真能抵挡子弹的进攻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吉米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搞来了不同威力的枪支 但由于找不到志愿者充当这些枪支的射击目标 所以吉米将自己的水晶官改造成了三米长的水槽 而亚当则用凝胶制作了一个弹道凝胶块 因为凝胶的物理性质与人体组织相似 而盒子外面的塑料片能调节凝胶在水槽中的位置 之后他们将凝胶块放入水槽2.1米深的地方 首先进行测试的是威力最小的9毫米手枪 随着吉米扣动扳机 子弹直接以290米每秒的速度射穿了凝胶 显然2.1米深的水是无法阻挡手枪的攻击 于是吉米将距离调整到2.5米 结果这次子弹仅仅射入凝胶2厘米 这样的威力对人体来说只能造成皮外伤 紧接着他们更换了威力更大的线弹枪 可由于冲击力太大 导致水槽直接炸裂了 看来水槽已经无法满足威力较大的枪支测试 于是他们将实验地点搬到了游泳池 但因为泳池的水深涌现 他们只能以一定轻角的方式进行射击 这样就能在较浅的水下也能达到相同的射击距离 为此亚当将破碎的水槽改造成了滑动轨道 以便能随时调整凝胶在水中的距离 同时由于水与空气会产生折射现象 这就导致无法从上面瞄准目标 所以亚当又制作了一个激光瞄准器 然后他们将凝胶和滑道放入了泳池 并且把射击轻角调整成23度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开始了射击实验 吉米首先用线弹枪对水下4.5米的凝胶进行了射击 可当吉米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没有击中凝胶 反而落在了水下3米远的地方 于是他们将凝胶块滑至子弹落地的位置 然后再次进行了测试 但子弹依然没能击中目标 最后直到将距离缩短到了2.4米 子弹才终于射进了凝胶块 这就说明人只要跳进水中2.4米 就能躲避线弹枪的攻击 但如果对方以23度夹角射击 那么只要潜入水下1.2米就能死里逃生了 紧接着吉米拿出M1加兰德步枪开始测试 而这把枪的出塘速度达到了850米每秒 能轻松击穿7厘米的防弹玻璃 尽管开枪时剑起的水花更多 可子弹却没能击中水下的凝胶块 反而在接触水面的一瞬间就变成了碎片 随后他们将距离缩短至0.6米 虽然这次子弹成功击中了凝胶块 但也只是射入10公分 这样的伤害对大家来说也只是擦破皮 可见水能对子弹产生巨大的阻力 实验的最后吉米拿出了威力最大的巴雷特狙击步枪 而它的出塘速度高达920米 0.50的超大子弹更是被称为人间大炮 可如此恐怖的武器又能对水下目标造成多大伤害呢 然而当亚当检查现场时却发现 这次子弹再次变成了碎片 并且碎片落在了0.9米远的位置 所以如果坏人用巴雷特以23度夹角射击 只要躲在水下35厘米就能安全逃生了 据说用火药代替汽油也能启动引擎 并且在300多年前就有科学家提出了设想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将黑火药倒进发动机里 首先他们需要测试火药与汽油的能量密度 以确认火药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推动活塞 为此格兰打造了一个巨大的活塞气缸 通过密封测试之后 凯莉情不自禁地主动坐了上去 经过愉快的体验后她表示活塞很好用 随后他们将活塞转移到爆破室 并在上面放置一块磁铁 分别用汽油和火药进行推力测试 通过对比磁铁被顶上的高度 他们得到火药的能量密度远超汽油 那么它又能否用来发动引擎呢 接下来凯莉瞒着老公将汽车上的引擎卸了下来 但在灌入火药之前 他们还需要确认火花塞能否将火药点燃 格兰将五格令火药倒在火花塞上 然后用电钻以手动方式驱动引擎 不一会里面的火药就发生了爆炸 正常的引擎是将蒸发油气吸入气缸 但火药颗粒太大而无法被吸入 为了将火药送入气缸 凯莉决定将火药重新研磨 让其变成粉尘状 或许就能被吸入气缸并且像油气一样漂浮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小型喷杀机 只要将火药放入容器 压缩空气就会将火药粉尘带进气缸 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格兰在防爆室再次使用电钻驱动引擎 如果实验成功的话 引擎将会持续运转并喷出黑色废气 但这次火药并没有被点燃 随后通过拆解他们发现 原来是里面的机油导致火药被凝结 从而无法被点燃 于是他们将引擎里面的机油全部放干 而为了提高点火的成功率 托瑞还将火花塞换成了电热丝 通上电池后就形成了一个恒定的火源 重新组装好后他们再次启动了引擎 这次又能否点燃火药让引擎运转呢 然而无论如何驱动 火药也没能被点燃 最后他们直接将火药倒进气缸 虽然被顺利点燃并推动了火塞 但却无法持续运转 所以火药是不可能代替汽油来驱动引擎的 据说当我们不小心将汽车开到悬崖边上时 哪怕有一只小鸟停在车头 都会导致汽车失衡坠落悬崖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决定在试验场搭建一个模拟悬崖 他们将集装箱作为悬崖的平面 然后在前面堆起一个逃生坡道 一旦汽车失去平衡就会通过斜坡滑下 这样就避免了危险事故的发生 接下来他们需要找到汽车在悬崖上的平衡点 托瑞和格兰启动汽车缓慢前进 显然想要找到临界点并不容易 于是他们改变了测试方法 这次他们将用升降机推着汽车往前移动 并且在两者之间用皮带进行了连接 当汽车下滑的时候就能及时拉回来 从而能够反复寻找临界点 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终于让汽车达到了平衡状态 只要托瑞轻轻晃动身体 汽车就失去平衡滑下了坡道 那鸟是否同样能打破这种平衡呢 接下来他们将两只鸽子放在了引擎盖上 但汽车并没有因此有丝毫的动摇 于是他们又找来了体型更大的猫头鹰 可3.2公斤的重量还是没能让汽车失去平衡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最终凯莉弄来了80只冰冻老母鸡 并在重新找到临界点后挨个丢在车头 直到汽车滑落悬崖 但整整55公斤的母鸡放上去后 汽车依然稳如老狗 之后凯莉又找来了一只机械火鸡 而她重达9公斤的体重 终于成了压垮汽车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如果换成家常版汽车 鸟的重量又能否导致失衡坠崖呢 据说穿牛仔裤泡澡就相当于自杀 并且曾经有个靓女为了凸显自己的身材 她躺在浴缸里抛了6个小时 由于缩水的牛仔裤阻断了血液循环 最终女人惨死在浴缸中 可牛仔裤真有这么危险吗 留言组为了找到牛仔裤致死的真正原因 于是凯莉首先找到了泌尿科的医生 而医生却表示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缝 因为人的大腿存在两种血液循环 红色表示高压动脉将血液输送到腿部 而蓝色则代表低压静脉 她主要负责将血液运回心脏 一旦它们发生挤压便会生成血块 并且血块回流至肺部就会造成肺栓色 从而使人窒息死亡 为了重现被牛仔裤勒死的场景 留言组决定让格兰为科学现身 但她希望用假腿先做个模拟测试 于是托瑞在她的美臀上赴马了石膏 等12个小时硬化之后 他们开始制作仿真假腿 而为了直观展现牛仔裤阻断血流的情况 托瑞在模具中放入了手术软管 并且软管与人腿静脉的位置相同 等他们往里面灌入组织替代胶后 这样一对Q弹细嫩的美腿就做好了 紧接着托瑞为她穿上了紧身牛仔裤 然后放入浴缸并连接好输送血液的管子 而管子上安装有控制血流速度的阀门 接下来他们往容器中倒入红色液体 同时格兰测试了血流速度为每分钟475毫升 这刚好与人腿静脉流速相同 一旦在实验中检测到流速低于这个数值 则说明牛仔裤可以阻断血液的循环 之后他们在浴缸内加满了热水 可浸泡6个小时后的牛仔裤真能致人死亡吗 经过漫长等待之后他们发现 尽管牛仔裤相比之前缩水了3% 可假腿中的血流速度丝毫没有减缓 似乎留言中的说法有点站不住脚啊 但格兰却认为可能模拟实验存在某些问题 所以他决定亲自进行尝试 于是在凯莉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服装店 然后挑选了小姐姐们常穿的牛仔裤 并且裤子的尺寸偏小很多 也许这样就能达到最佳致死效果 之后他们往浴缸中倒满滚烫的热水 同时格兰穿着牛仔裤坐在了里面 为了确保发生意外时能及时释救 医护人员会全程监测格兰的生命指标 一旦他的血管发生了堵塞 显示器中就看不到蓝色的血流影像 可这样真能让他当场开席吗 但好在格兰对这次测试相当满意 不但有茶颜月色的奶茶管购 而且还有凯莉的一条龙服务 由于格兰最近吃多了豆腐 导致水中不断有气泡冒出 经过6个小时的享受之后 一气检测格兰的血流没有任何减少 他除了感觉裤子有些紧绷之外 并没有丝毫不适 但出来的时候却发现裤子已经很难解开 只能在凯莉的帮助下才勉强脱下 所以穿牛仔裤泡澡不会导致死亡 但双腿长时间被压缩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据说有两个罪汉为了寻找乐子 其中一个将三个烟头塞进了枪管 然后从两米外一枪射穿了铜蛋的心脏 可烟头真能当子弹使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蛋 亚当决定让吉米亲自尝试一次 看烟头能否造成致命伤害 但吉米死活都不愿意 所以他们只能制作假人来代替倒霉的同伴 并且为了方便观察被烟头击中的情况 亚当选用透明的组织替代胶进行胶注 同时还为假人安装了一颗珠心 等12小时的凝固之后 他们将假人带到了警局的射击训练场 而在富波勒的帮助下 吉米找到了一支流盐中的同款步枪 然后他将50克的黑色火药倒入枪管 紧接着把三个全新的烟头塞进了枪口 如果流盐属实 烟头将会穿过前胸击中假人的心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从两米外开始瞄准 随着一声枪响 尽管有无数火星从枪口射在假人的身上 但并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 反而在胸前残留有大量未燃烧的火药 富波勒认为可能是火药压得不够紧 导致威力打了折扣 同时亚当也发现了实验的漏洞 正常抽过的烟头里都会残留大量胶油 这势必会增加烟头的重量 进而提高发射的威力 于是吉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 向导演要了三根滑子 并用抽完的烟头重新进行了装填 同时还用木棍压得更加紧实 而当他再次扣动扳机时 虽然这次烟头还是没能穿透心脏 但却在前胸留下了6毫米深的伤口 之后吉米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烟头在射出时变成了无数细小的颗粒 这就导致能量不能集中 为了增加烟头的杀伤力 于是亚当决定将射击距离缩短至30公分 等他们重新装填好烟头之后 吉米对着目标心脏扣动了扳机 这时假人胸口瞬间流出了红色液体 而通过对伤口的深度进行测量 他们发现烟头竟然直接穿透了心脏 所以只要射击距离足够近 烟头就能对人造成致命伤害 据说手枪的子弹能打爆煤气罐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 一枪打爆了7米外的煤气罐 引发的剧烈爆炸消灭了所有敌人 从而逃出升天 可子弹击中煤气罐真能引发剧烈爆炸吗 为了验证电影中的情节是否扯淡 刘烟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先用空煤气罐进行射击测试 看子弹能否射穿钢屏 等他们在远处搭建好安全屋之后 凯利用电影中同款手枪瞄准了煤气罐 但当他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并没有击穿钢屏 之后他又再次开出了第二枪 可结果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可见手枪的威力是不足以打爆煤气罐的 接下来托瑞用火力更猛的线弹枪进行了射击 这次子弹成功击穿了前面的灌壁 但通过观察他们发现 钢屏的另一面还是没能穿透 凯利认为想要达到爆炸的效果 子弹就必须贯穿整个钢屏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火力更强的步枪 但这次射击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子弹直接击穿了整个煤气罐 那如果换成装满煤气的钢屏 子弹又会不会引爆里面的煤气呢 下面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煤气罐搬了出来 而这个钢屏装有83升易燃气体 并且灌壁气压高达1600千帕 一旦灌体被子弹击穿 高压气体会瞬间喷出 可子弹真能引爆泄露的煤气吗 之后他们用铁链将钢屏固定在地面上 以此来避免燃烧的煤气罐四处飞窜 同时为了验证电影中的邦德是否会被爆炸伤害 他们还将假人老兄布置在7米远的位置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凯莉在安全屋对着煤气罐扣动了扳机 钢屏内的易燃气体瞬间喷射出来 可尽管子弹贯穿了整个灌体 但并没有将气体引爆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刘烟祖将子弹换成夜光弹 而这种子弹会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火光 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 他们将在这次测试中多开几枪 当托瑞射出第一发子弹时 钢屏内的气体被快速释放了出来 可等它再次开了两枪后 钢屏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连夜光弹也无法打爆煤气罐 那么几乎没有枪能够做到了 为了达到电影中的爆炸效果 刘烟祖决定彻底引爆邻居家的煤气罐 最终他们在钢屏上安装了引爆炸药 然后凯莉以远程引爆的方式启动了开关 这时煤气罐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而之后他们在检查现场时发现 钢屏被直接撕成了碎片 并且七米处的假人也几乎烧成了黑炭 但有钻牛角尖的粉丝表示 如果用燃烧弹连续射击 是不是也能达到引爆的效果呢 于是他们从小迈步搞来一架冒篮火的加特林 并且他能以每秒50发的速度连续发射燃烧弹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格兰对着钢屏疯狂输出 这次煤气罐成功被子弹引爆 但手枪的威力不足以击穿钢屏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 这就是骗小孩的假把戏 为了揭穿这个骗局 他们首先准备了一个标盘 打算在测试之前练一下手感 以确定实验的时候不会脱板 最先测试的凯莉虽然每一针都能命中 但飞针的时速却只有45公里 而随后的格兰和托瑞也都相继命中靶子 并且速度分别达到了61和75公里 那以这样的速度又能否击穿玻璃呢 接下来他们将用最常见的3毫米玻璃进行测试 然而凯莉连续飞出的几针都被弹了回来 随后的格兰虽然速度比凯莉快了不少 但却被回弹的针尖扎上了皮肤 就连速度最快的托瑞也没能击穿玻璃 不过他认为自己飞针的方式并没有错 并且坚信只要速度足够快 就一定能穿透玻璃 于是他找到了职业棒球投手肯德基 他曾以惊人的投球速度让14名球手出局 并且获得10比0大胜 为了证明肯德基的投球速度 托瑞很不自量力地表示要和他一决高下 当他率先将棒球以77公里的时速投出后 肯德基则轻松地投出148公里每小时的晶圆速度 几乎是托瑞的两倍 那他又能否徒手击穿3毫米厚的玻璃呢 但经过多次尝试 玻璃都无动于衷 而高速相机显示 最快的一次飞针时速竟然达到了169公里 并且事后他们发现针已经发生了弯曲 但留言组并没有打算让肯德基休息 直到他以182公里的时速飞出 才勉强将玻璃积出裂纹 那如果换成更薄的玻璃 是否就能顺利穿过去呢 下面留言组将用1.6毫米的玻璃进行测试 但大家都小看了中国玻璃的质量 随着钢针一次次飞射 玻璃依然非常坚挺 不但没有破裂的迹象 反而还将飞针给撞碎了 无奈他们只能换上了美国产的0.8毫米玻璃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由于玻璃太过于脆弱 这次他们直接将玻璃积碎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飞针穿玻璃实验成功 想要使飞针能干净利落穿过玻璃 就必须再次提高飞针的速度 于是托瑞决定用气枪进行加速 但由于针的直径比枪口小太多 所以他用木块塞入枪管来保证发射的气压 然而当他以225公里的时速射出时 玻璃依然没有被击穿 紧接着托瑞将速度调整到气枪的最大值 让其以289公里的时速发射飞针 这次终于击穿了3毫米厚的玻璃 并且没有发生破损 尽管如此 但他们认为蚁人的力量 是无法将针飞出这么快的速度 所以他们依然坚信 咱们少林飞针穿玻璃的功夫是骗人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